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 请接着讲弥勒菩萨所造的《现观传言论》 我们即生当中听到了如来的教言 这是非常幸运在座的各位应该 每天听课有一种难得之心 这个很重要的的确也是人生是非常短暂 而且在短暂的人生当中 这种文殊大乘佛法的机会不一定很多 每个人的生命也有限 因缘也是有限的 而且像我们学到的《现观传言论》而言 它是真实解释释迦牟尼佛第二转法论的究竟甚深意义的 同时也是释迦牟尼佛过来以后下一个 也就是《现观传言论》当中的第五佛 无论法即使你在释迦牟尼佛的教法下没有获得成就 下一世的佛当中他的教法当中一定会得到解脱 所以在漫长的轮回当中我们遇到的应该说是非常的珍贵 啊 非常的珍贵 因此希望大家 比如说我们学院当中的很多求学者的确也是 因为这里的环境 这里的生活 还有各方面可能修行的气氛吧 因为周围都是修行人可能大家在暂时各方面的力量 提得起来但是我们大多数的都是在红尘里面 也是在各大不同的国家和城市当中 我也特别希望现在我们 应用一些非常方便的手段来听课 因为作为一些在家人来讲 完全是抛弃自己的家庭工作 到寂静地方去一直专心学佛 对现在来讲可能对有些人来讲也是 因缘不一定很成熟但是只要自己有一颗心 只要自己能珍惜世间的话 这种因缘可以随时随地都可以争取 每次都大家应该有一种欢喜心来听受 我本人而言的哪怕是讲一堂课的话 我自己觉得非常有意义 人多也好 人少也好我不在乎 主要是我自己用一颗心来遇到这样的佛法 尤其是跟别人结缘 我个人而言我是把它当作生命当中的很重要 很重要的一件事来了解 那么下面讲到 就是说我们现在讲正等加行里面 一个是轮回涅槃也就是说有极平等加行 有极平等加行还有一个叫做清净刹土加行 还有一个是三恰方便加行这三个加行在《现广传论》当中 主要抉择清净地的修行 我们讲《黄黄王中语》 《光明藏论》的时候也提到过这三个加行 我们讲《本来清净》的时候也提到过这三个加行 很多人应该有心中有数 那么我们现在正在讲有极平等加行 这个有极平等加行前面都已经讲了 如果真实而已说轮回和涅槃也就是说没有分别 意思就是说现在我们人间的 白天真实的时候还有晚上的梦 这两个实际上是等同的 没有什么差别的 一切诸法都入梦幻泡影 主要讲轮回和涅槃为什么平等呢 实际上梦和白天的现实实际上也是平等的 八地以上的菩萨完全能通达这样的境界 就是梦和白天的事实如果是了之为一体的话 那轮回和涅槃也没有什么差别 轮回和涅槃无有少差别 那么下面对此有一个正论也就是遣证 遣除正义 也就是说我们的提问 回答 无业等问如今已尽达 颂词当中是这样的 对方也提出一些问题 我们就进行回答 对方的问题有三个 首先第一个是无业 无有这个 如果白天和晚上都是一模一样的话 晚上做梦的时候没有业道 没有造业一样的 白天也应该不要有造业 杀人也好 放火也好 做任何善和不善的行为不要有业道 不要有造业 因为很多经典当中说 晚上虽然做了一些事情 但是他不会圆满 所以业的加行 那这样的话 白天也应该不要有造业的现象 这个是无业 这个是第一个问题 灯子里面还有其他的两三个问题 灯子里面包括这些文难 这些文难上面说 如今已尽达 弥勒菩萨在这里说 这个是佛经当中已经有回答的了 全部都已经圆满地回答 那佛经当中怎么回答的呢 实际上又进来又跑出去是什么原因啊 是什么 佛经当中有没有回答 走了 是吧 下面我们讲颂词的意思 如今中已经全部圆满地回答了 就这个意思 下面这几个问题 互相提问的应该说一下 首先刚才我想到 第一个对方有个这样的问题 如果前面我们已经讲了 诸法同蒙古 一切诸法像梦一样这样讲 如果真正一切诸法像梦一样 梦中不造业一样 白天也不要造业 因为晚上的梦和白天真正所做的事 完全是相同的缘故 这样提问的 那么听闻的时候 我们跟他这样回答 回答的时候 虽然有些圣者菩萨的境界当中 白天的时事和晚上的梦境一模一样 没有任何的差别 但是也不一定所有的业不会有过失或者有结果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是从对境上面讲 诸法也好 梦境也好 没有什么差别的 造业 做事的人方面有一定的差别 如果有些人已经证悟了 诸法如梦的境界 我们就承许一切诸法如梦一样的 白天和晚上没有什么差别 应该可以这么说 但如果有些人没有证悟的话 我们从音明当中回答不变 或者不一定 为什么呢 因为没有证悟者来讲 对晚上做的梦 他没有那么强大的执着 他第二天的时候可以醒过来 所以他就不造业 而且对白天做的事虽然是梦 但是这种梦有特别严重的失质原因 在单浊方面有差别的 既然单浊上面有差别的话 那他所造成的果有一定的差别 这是第一个问题的回答和问 因为佛经当中实际上是舍利子 舍利子尊者继续问 须菩提对他进行回答 是这么一个过程 这样的话 舍利子问问题很厉害的 他不是随便放弃的 也并不是简简单单的问题 一定要让须菩提回答得非常圆满 否则他不会放下 他是这样说的 如果有执着方面的差别 如果你认为是执着方面的差别 他觉得这种说法不一定是成立的 这种差别不应该成立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佛陀在佛经当中已经说过 说是梦和心都不存在 佛经里面已经说了 远离了梦和心 梦境也不存在的 刚才不是说要有一个执着他的心吗 这个心也佛经当中说过了 这两个都不存在的话 那你刚才说 对有些人来讲有执着的差别 这种说法是不常理 不一定的 这样对方又紧接着 提出第二个问题了 第二个问题的时候 须菩提开始下面对他进行回答 虽然佛陀在佛经当中说过 这个梦和心都不存在 但是这个意思就是说 他的密意在生意当中不存在 如果生意当中而言的话 那么我们可以承许 梦也不存在 心也不存在 以生意为主的话 实际上生意当中虽然是不存在的 但是心和梦中的这种业 也不一定是不常理 因为它是在世俗当中存在 如果对方说这样的心和这样的业 世俗当中也不存在的话 那么我们可以回答是不常理 因为世俗当中确实 梦也是存在的 执着他的心也是存在的 所以我们应该 其实这些问题 大家应该回答的过程当中要善于回答 我们讲经说法的时候讲了很多的 但是可能有些人真正回答问题的时候用不上 也有这种情况 这样的时候 我是这样想的 佛教一方面通过有些人的讲经说法这样来 但是第二个根本的问题就是有一些问答 这个很重要的 从我们佛教本身的宗意来讲 比如说大乘佛教当中文殊菩萨提问题 佛陀回答的有那么多经典 然后徐菩提问 佛陀回答的有那么多 然后用舍利兹 阿穆监林 他们提问题 徐菩提他们回答的也有那么多 从小乘佛教来讲 阿罗汉之间的对话 阿罗汉和佛陀之间的对话就是那么多 像藏传佛教的话 比如说宗喀巴大师和他的大弟子叶金刚和 还有克兹菊 他们之间也有那么多的问答 莲花生大师和康幸依稀作家之间有这么多的问答路 所以我想从历代的这些传承 上师 从他们的语录当中可以看出来 接触疑惑 回答问题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正在学的《六祖谈经》当中 也是每个弟子都提出不同的问题 上师针对不同的情况去回答 我觉得现在佛教徒有些时候 可能现在还存在着这个问题 提问题的有些人就不会提问题 前一段时间有一个上师 在别的地方讲课的时候 我都没有看 听说一个人提问题二十多分钟 上师给他回答不到两分钟 这样的提问方式有点颠倒 对吧 有些提问题的人也不会提 有些人回答的话 我们很多法师 很多居士 很多辅导员 有时候答得还是很圆满 非常不错的 但有时候别人的问题 你跟他回答的时候 完全都是中间擦肩而过 根本没有对别人问题的点上面 先问问题的时候 可能要了解对方 他真正的困惑是什么 这种困惑 我作为一个回答者来讲 怎么样对他回答 比如说像我这几年以来去一些学校 我觉得是去学校和去企业 从去年开始 我也特别想去一些监狱 也去了一部分 以后还要发愿去一些 不管怎么样 任何一个场所当中 我先去给他们讲课 讲完课以后 大家不同的 有些是小学生 有些是中学生 有些是老年人 有些是大学生 有些是层次非常高的 一些科学界的人士 也有这种人士 但不管怎么样 我们互相探讨 探讨的过程当中 当然对我来讲也是一个挑战 这个是大家也知道 有时候可能很多问题 因为讲一堂课 或者讲一次的演讲比较容易 我提前至少也是 我心里做一些准备 比如我坐飞机 到那里去的时候 我在飞机上也想一想 明天要讲什么 等一会儿要讲什么 我心里稍微 但是听问题的时候 我没有任何准备 即使准备也没办法 世界上有这么多的问题 而且不同的场地要换 不同的人的思维方式也不同 有些人是真的有问题问的 有些人是他为了试探 为了观察 有些人是为了特意地攻击你 各种情况 但在这种情况下 不管怎么样 我们要面对什么样的问题的话 我们这个佛教徒 确实无论是在居士团体当中 出家僧团当中 大家以后要学会 学会互相大意的问题 包括我在这里讲课的时候 相关的一个课 我们讲课以前好像也一个礼拜当中 做一次问题 下个星期三的时候 也可以做这样的 中间那个是隔开 也可以稍微放松一点 我们下面讲课的时候 可能也需要 有些时候其实这个很重要 我记得我来佛学院的时候 基本上上师如意宝讲完课以后 念完普贤新闻品以后 开始大意 发王如意宝 基本上除了一些特殊情况以外 其实在那个时候 我们的生活是最快乐的 上师亲自回答很多的问题 当时很多发王诸位有一些老堪布 比如说我今天讲《中观庄严论》 讲完了之后念完普贤新闻品以后 有一部分就出去进行辅导 有一部分一直留在后面 我最喜欢留在后面他们提问题 自己刚开始的时候根本不敢提问题 连听都不会听 但慢慢慢慢好像回答的方式怎么样 实在如果打不上的话 很成功地逃避 很成功地 但是这个也是不明显的 不是很明显的 很有很多的方法 其实现在可能有些人也不太会 我特别希望当然肚子里一点都没有的话 都没办法你再这么天天讨也不可能的 但是这个问题是很重要的 不过我们学院里面 可能我的大学院教太多了的原因吧 好像也并没有特别的重视吧 也许是可能问的问题 大家都觉得刚开始好像是 这个事还是有没有到底问了什么 然后后来可能都是一样的吧 其实不是都是一样的 应该是每个人的烦恼 每个人的问题都是不相同的 有些确实我也回答得特别糟糕 我自己也发现 但有些我自己也觉得 这个时候我好厉害啊 自己也是有这种可能自信吧 因此我们学院以后我们可以看出来 你看佛教的很多的教言很多的道理 其实需要一种探讨 这样之后自己心中的一些疑惑 在智者面前完全可以多辩论一下 但有些辩论好像根本没有找到点上面 光是在词句上或者光是在别的一些意义上面 可能收获不大的 一定要有一些对他内心的疑惑解开 这个很重要的 所以刚才我讲了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他说业和烦恼也就是业和心不存在的话 我们就可以说 你说的是生意当中不存在 我这个程序 但是生意当中不存在 世俗当中不一定不存在 我用这个来回答 如果你说世俗当中 那就不成立 世俗当中肯定是存在的 心也存在 梦也存在 那么这个时候有舍利子 他不断地举手 不断地听问题 徐菩提他拿着话筒 一直等着他说话 不知道主持人有没有当天 舍利子还继续问徐菩提 如果你前面既然这样回答的话 那我们经常所谓的三戒脱门 三戒脱门无缘无相 无体 无生吧 无生无缘无相 三戒脱门 三戒脱门在梦中修行的话 会不会增上善根啊 三戒脱门在梦中修行的话 会不会增上善根 这个时候 徐菩提又继续给他回答 说作为一些证悟空性的人来讲 三戒脱门在梦中修行 也是可以增上善根的 白天修持三戒脱门也是可以增上的 那这个时候有一些问题 比如说我们菩萨他白天跟梦中修行 是不是一样呢 作为证悟者来讲应该是相同的 修大圆满的很多瑜伽修行人 他们白天也在修行 那么晚上光明梦境当中 也在修行 那这样如果梦和白天的境界是一样的话 会不会造业 或者说会不会积累有没有修正资粮 那么前辈大德经常说 我们白天和晚上 正悟成一位一体这样的人面前 他不会造成有漏的业 但是无漏的业不断地增上 所以他的资粮也不断地增长 功德也不断地增长 这个是什么样的原因呢 可以说是梦境的三戒脱门或者白天的三戒脱门 从本体上来讲 没有什么差别的对境上来讲 当然我们修行者来讲有差别的 有些人 有失智的人来讲 他对梦中的这种 不一定真正获得了 梦中修也不会修的 而真正的证悟无耳无体的话 那白天一样 梦中的时候也增上善根 啊 增上善根 这是须菩提第三个问题的回答 须菩提对他的三个问题的回答 舍利子又问了最后一个问题 他有四个问题 一直写在一个纸条上 一会儿看一下 然后也不断地问 舍利子再不断地问 这个跟前面基本上是一样的 他最后的一个问题说是 如果在做梦的过程当中 做布施 吃劫 还有安忍等 行持六波罗蜜多的话 会不会圆满资粮 那么这个时候 须菩提就不回答了 须菩提他就点点点土 一方面他觉得跟前面的问题比较相似 前面已经说了 三解脱门梦中修也增上功德 这个实际上基本上是相同的 那这个回答的话 他就把当时现场的弥勒菩萨 华通就递给他了 让弥勒菩萨回答 然后舍利子也让弥勒菩萨来回答 但弥勒菩萨当天没有很好地回答 他说 你说的让我回答的话 要给你回答我的名称 弥勒吗 还是死 数 相 心 无垠的 那一个法 如果说我的名称弥勒 弥勒就是此时的意思嘛 如果你说此时的名称回答的话 那名称都是空性的 也没有什么可回答的 他就好像表面上看 并没有很好的回答 但是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其实这里有一个缘起 讲般若法门的时候 最深深的这样般若法门 让弥勒菩萨 他是依赖菩萨 他释迦牟尼佛过了以后 他的大副主 他来转法论的 让他来回答的话 这也是给我们结上一种善缘 他为什么当场没有直接回答呢 他的密意呢 实际上很多经典当中也是这样讲的 因为众生的邪知邪见 无量无边的 但是他现在 在释迦牟尼佛教法时代的时候 他并没有广说 接触这些邪见的方法 这是等待下意识吧 也就是说 弥勒菩萨他正在转法轮的时候 所有的这些问题 给他会一一地回答 这是一个方面的意思 还有一个方面的意思 弥勒菩萨刚才已经说了 他说 要回答我的名称吗 我的名称是不存在的 那我回答什么呀 这样一说的时候 实际上间接已经给他回答了 回答的是什么呢 在声音当中 你刚才所谓的 修弥勃菩萨密度 实际上是空性的 刚才跟前面的 徐菩提回答的一模一样的 四首当中就像弥勒有一种家名 弥勒的名称一样 修弥勃菩萨密度 实际上也有一些功德 所以间接跟徐菩提一起 也给他已经回答了 但是他的名称 真正的回答等到以后来进行转法论 所以说佛经当中 直接或者间接 有意义或者密意的方式 已经回答了上面诸法如同梦幻的道理 这个问题有四个问题 舍利子问的四个问题已经回答了 所以我刚才也讲了 我们佛教徒一定要 大家不要浪费时间 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你听一堂课 一定要认认真真地听 不管是哪个法师要讲 讲的过程当中 自己要尽量地记录下来 然后以后遇到了问题 别人对你听闻的时候 不需要逃避 绕话题 大多数的你就可以真正能遣除 其实佛经当中真正的教义 能遣除别人的疑惑 这是非常容易的 但是关键我们自己的心 有没有融入佛法的境界 这也是个非常大的问题 因此我们学习佛法的时候 一方面自己一定要把每天所讲的内容当中 要汲取一部分来从事自己 同时我们有一种责任心 现在末法时代的时候 众生的心那么乱 那么的痛苦 很多人这样的困惑 在这个时候 我们应该尽量地遣除他们的疑惑 其实这是叫做转法轮 转法轮不一定是 非要你拿一个轮子 非要再这样转 也不一定是你非要开车一样转 不是这样的 转法轮就是我相续当中的智慧 传到别人相续当中 不断地扭转 这叫做转法轮 因此你不管是坐车也好 或者你到哪里的话 如果你身边有些人 陌生的人坐着的时候 先观察他是不是发起 如果是发起的话 问他要不要我给你转转法轮 他认为这个人有问题 下面我们讲第二个问题 讲清净刹土加行 它是报生的因 颂词当中这样讲的 如有清世界 七世界莫清净 修者宁清净 即严禁佛陀 七十一当中的这个叫做 清净刹土加行 只有一个颂词 只有一个颂词来说明 这是正等加行当中的 应该是第十法吧 清净刹土加行也是非常重要的 实际上这个清净刹土加行 他已经获得了 七月八地以上的菩萨 他获得自在 他获得自在以后 他通过这样的修清净刹土加行以后 慢慢成为 也就是说 宝生和化生四生的因 所以我们《中观宝门论》当中也是说过 诸佛之舍 由福德资粮出现了 在《中观宝门论》当中 也是这样讲过的 意思就是说 得到了这种菩萨境界的人 他不断地修将来的 自己的清净刹土 那么这样的修行实际上 他自己获得 摄身的唯一一种因缘 我们现在在座的人 修清净刹土 当然现在比较遥远 我们现在第一地菩萨都还没有得到 但是见解来讲 我们也可以修行 我们修往生极乐世界 修转生到哪一个清净刹土 那么现在我们参加极乐法会 念佛号 这些都是实际上在资粮道的时候 修行的一种方法 那么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比如说现在的娑婆世界 如有情世界 还有气世界是不清净的 我们现在的娑婆世界 有情世界不清净的 因为有地狱 饿鬼 旁生 而且人类当中有很多根机 比较低劣的 贪嗔痴 有各种烦恼等等 从众生角度来讲 很多都是不清净的 尤其是不清净的众生非常多的 从刹土来讲 我们这里也经常看到一些 凹凸不平的 还有不干净的藏 乱 刹 就是种种的世界 从世界外面的世界也好 我们的道路也好 水泉也好 周围的整个所存在的地方 偶尔可能有些地方种点化 好像种一点 像西方人的胡子一样 有一点点 但是这个世界也很短的 有些地方是这样的 但这个世界也不清净的 众生也是不清净的 为了改变这样不清净的 七世界和有情世界 唯一的办法是什么呢 唯一的办法就是修行 修行什么样的修行呢 他这里修制令清净 为了把这样不清净的 有情世界和七世界要改变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观清净的刹土 我刚才讲的一样 比如说 往生极乐世界发愿 我们修持清净的刹土 像极乐世界 文殊庄严刹土 以及东方琉璃刹土等等 那么这些当作我们的所缘 不断地积累资粮修行 这样将来有情世界全部具足无言流通 具有广大智慧的这些菩萨 而且我们的七世界将来也会变成 就像叙述极乐世界一样 所有的都是清净的七宝制成的 一切都是 连不清净的撒粒 瓦粒 名称也是找不到的 非常清净的 这是我们现在也可以这样修持 这样的修行叫做清净刹土加行 我们经常在其他地方 遇到这样的名词 所以相关当中讲到的是什么呢 就是为了改变我们现在不清净的七世界和有情世界 要修行积累资粮发愿 将来会变成这样的 真正的修行成功是八地菩萨以上 但是现在我们比较相同的 是以后的修行现在也是可以 而现在我们修行的话 的确我前两天讲的一行 我们娑婆世界好像在《六桌坛经》的时候也讲了这个公案 但是我今天再讲一次 为了增加你们的信心也好 对现在修行增上一些意乐吧 我前面《不退转经》当中的公案 《不退转经》当中讲到 文殊菩萨和实力则到东方恒河沙数以外的一个世界 这个世界叫做《不退转隐身世界》 这里面有个佛陀叫做《花开福变身如来》 如来见到两位菩萨来的时候就问到 你们是哪里来的 说我们是西方娑婆世界来的 这个时候佛陀身边有两位菩萨 一个叫做梅音 一个叫做妙音 这两位菩萨经济着问施力则和文殊菩萨 说你们东方的刹土来的话 西方刹土 苏菩萨来的话 你们那里有什么样的佛 那里有什么样的法 文殊菩萨这个时候施力则又不说什么了 因为关键问题的时候施力则有时候是他一般陪着文殊菩萨当使者 他就不说拿个照相就拍着其他什么都不说了 他就好好地拍一下看两位菩萨跟文殊菩萨的见面会 这个时候文殊菩萨跟他回答说 我们这个朔婆世界的佛陀叫做释迦牟尼佛 法有三层法 两位菩萨问那这个法为什么有三层 明明是一层究竟一层啊 文殊菩萨说因为那里的众生业业和烦恼非常多 众生的根机不同只有三层来调花 否则没办法然后两位菩萨境界就说 那这样恶劣的世界我们发愿以后 千万不要转生到这些地方去 这个时候佛陀 因为佛陀旁边可能听着吧 告诉两位菩萨你们两人说错了 你们化剑回来然后要好好地忏悔 为什么呢 因为这样的清净刹土当中 二十亿百千劫当中所积累的善根 在那些就像娑婆世界这样不清净的刹土当中 我们一顿饭的功夫吧 一短短的时间当中 那这样的时间当中将说波罗密度皈依和还有 让别人或者自己受持五戒这个功德大 更何况说以菩提心来饶益有情 他的功德不可思议以利他心来饶益有情 因为那里特别不清净 特别恶处的缘故 所以在座的人现在短短的时间当中 我那天也在讲 我们讲一堂课大概可能要一个小时左右 让我们自己修行念普贤行愿品也十分钟左右 这样的修行别的清净刹土当中 千百万劫的积累资粮不如在这里非常殊胜 所以我们这里善根的增上量特别特别大 应该就像世间化来讲利润很高 应该可以做善的 那这样在座的人虽然有很多烦恼痛苦违缘障碍以及心情不好的 我们可能有些人上半身很好的修行人 下半身很差的 有些人可能上半身早已特别可怕 下半身还算是比较不错的 所以我们从小到大 一直到离开人间之间 非常圆满的修行人 不管是自己他人都很难的 但是我总觉得我们在这样的娑婆世当中遇到了善法 哪怕短短的时间当中受戒也好 传法也好 听法也好 还有法愿等等这样的善根确实功德特别大 它会成为将来我们获得的摄生和法生的根本因 因此大家有一种我以前经常法王如意宝也是讲过 但是也不知道在那个经当中没有 最近看到之后自己有时候发现 虽然这个世间很恶浊有时候分别念也自己出来了 有时候身体不好各种各样的 但是偶尔一天当中也是 短短的时间当中也对三宝能生起信心 产生一些清净的悲心也好 善的忆念 对自己也有一种安慰 也有一种欢喜心 大家在修行当中也需要这样的提醒吧 这是我讲了第二次 你们每一个法师和辅导员 导演们不但是会讲 还要会以前法王如意宝的一个上师 他对僧众的财产方面要很重要的 这个是法王不断地讲这个故事 所以有些非常重要的故事和有些非常重要的教证 可能不断地用 这样就像世间当中所谓的品牌文化一样 我们就个别的理念不断地复苏 很多人在将来的生活当中可能不会忘 也许可能讲 啊 堪波尤我又讲了一个 我可能还会讲四次 下面讲第三个讲三乔方便加信 这个三乔方便加信很重要 讲它分为它的分类实际上是用略锁和广锁 首先是略锁吧 那么这个是三乔方便加信 经三乔方便和加行三乔方便 如果它略锁方面我们可以分两个 经三乔方便是什么样呢 实际上佛陀所获得的二厘果位 也就是说佛陀究竟的果位 经三乔方便 因为我们所求的对境就像佛的三乔方便 可以这么讲 或者按照麦彭仁波切诸书解释 这是经三乔方便 我们用三乔方便来利益众生 也就是说众生 指的是三乔方便饶益的对境而一样 也就是说加信能修加信的三乔方便 实际上这个因为它是属于清净地 清净地非常殊胜的度化众生的三乔方便 按照这里可以这么讲 或者按照麦彭仁波切那样 就是自己修行 度化众生自己修行的 有境的方面来讲 三乔方便 实际上三乔方便有两种 一个是果位的三乔方便 一个是因为的三乔方便 《相关中央论》里面直接的意思就是说 清净善地的度化众生的三乔方便 而间接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现在也是不管是度化众生也好 自己修行也好 这些都需要一种三乔方便 这个三乔方便很重要的 如果不懂三乔方便 我们自己修行和利益众生都不成功 甚至可能一个部门当中发心也不成功 一个在自己五六个人的家庭当中生活也不成功 现在很多人特别痛苦的话 实际上自己不懂三乔方便 如果你真正懂得了佛教的智慧 佛教的善教方便 生存肯定没有问题的 不管是什么样的环境当中 甚至你住在监狱当中也会很开心的 除非可能你身上天天折磨 打 这样的话没有一定的修行境界可能有一定的困难 但是你从理论上真正会懂得的话 那任何一个场合当中 我是这样觉得无论是在什么样的场合当中 甚至在一些恶人的场合当中也好 或者说一些陌生人的环境当中也好 或者说特别特别的 有些人经常跟我讲 我周围的这些人一个个都特别差 我在那里待一分钟都不愿意待 特别痛苦 其实主要是自己不具足三乔方便 如果自己三乔方便的话 应该是在什么样的人群当中都可以适应的 因此我经常想 我们佛教里面的三乔方便不懂的人 可能不要说利益众生 连自己生存都困难 自己有钱也好 有地位也好 什么样的话 个个不如 尤其是现在很多年轻人 他的生活全是一些饮食当中的生活方式 因为你从小都是看电视 电影 他们经常会给你学会一些 怎么样发脾气 怎么样摔东西 怎么样给别人攻击 生活当中 稍微遇到这样的时候 我一定要用这个了 我现在该随茶杯的时候 啪 那这种做法 实际上我们不需要这种方式 我们修行人 尤其是佛教徒的话 用另一种方式来 你遇到的问题和遇到的事情 同样都有 但是我面对的方式 不一定是以那种方式来 所以我们现在特别需要改变生活方式 大多数人的生活方式都不合理的 都不具足三家方便 这就是自身的问题 很多人把自己所有的问题 规矩于别人身上 当然别人身上也许有一部分 但很多都是自己的 因此三家方便具足的人 无论是在任何一个部门 任何一个企业 任何一个单位当中 他对上面的人也会好好地接触 对中间的人 对下面的人也会好接 因为不具足三家的得罪这个 得罪那个上下左右 全部都得罪 全部都看法也不对 说法也不对 想法也不对 好像自己就成了魔鬼一样 谁都看不光 真的现在年轻人当中也有一些 当然老年人当中也许可能有 但是他们翻译比较迟钝 在我面前翻译不出来 所以很多年轻人比较敏感 看起来很可怜的 这就是不具足三家方便 如果具足三家方便 我经常这样想 不论是在哪里 应该是 我刚才也讲了 自己很开心地可以过着的 跟人说话需要三家方便 如果你不会说话 得罪所有的人 因为很多人 他对语言方面也是比较 他很脆弱 稍微可能寄到你的时候 你就不高兴了 做事就不会三家方便 本来是这个事情 比如说我们弘扬佛法 也需要三家方便 不懂三家方便的人 弘扬佛法不长久 马上就没有了 做世间的企业和做世间的任何事情 甚至在家里的感情问题 生活问题很多都需要三家方便 如果没有三家方便 自己不说我们来世 即生当中可能 不管是什么场合当中获得特别的痛苦 出家人也好 在家人也好 什么人都是 你如果有了三家方便 也许你的心态 你的行为都有所变化 但是自己也会懂得怎么样处理问题 所以三家方便是佛陀在佛经当中 也是专门生光三家方便经 还有很多的经典 这些经典我们也值得好好地学习 下面讲到 今天内容比较少 但是好像我也很有话讲的 下面我们讲分类的话 分三个方面 首先它所修对境方面有三个三家方便 超过诸魔愿 无诸如愿 首先自立法僧方面有三家方便 也有几个 首先第一个是所断的三家方便 这些清净 住在清净菩萨的话 它断除了烦恼障和所知障 以及四种魔 欲魔 死亡魔 烦恼魔 天子魔 就是因为我们有了无云的时候 实际上我们依靠无云 产生巨多的痛苦 一次而出现魔障的 然后有了我们贪嗔痴当烦恼 它也是一种魔 我们不会获得自在 也不能超越三界 它也是一种魔 还有一个魔叫做死亡魔 死亡魔就是我们同类的生命结束 这个时候也非常痛苦 这个叫做死亡魔 然后还有一个天子魔 天子魔的话 我们相续当中 经常出现一些修行的违缘 有时候是懒惰 有时候是大瞌睡 有时候生起贪心 嗔心 我们经常叫魔王波讯 每天都是跟不同的人 他就摄五种箭 法王教言当中也是有吧 看这个人贪心比较重的话 他从毒水天开始给你摄一个贪心的箭 然后击中了 马上就不正常了 成性比较重的 他遇到了一点点的外缘的时候 他就摄一个成性的箭 但是这些箭外面看起来很好看 发现不了 自己一击中之后 身心不自在 所以他每天 甚至放逸 懈怠 懒惰 懒惰 这些都是天子魔 有时候不想看守 有时候跟这些恶友经常合在一起 离开修行的道场 这些都是天子战胜了 这些魔完全都超越了 也就是说 这些魔超越了 这是叫什么呢 超过诸魔缘 这是第一个三桥方便 第二个三桥方便 所证方面讲的 因为在这个时候已经证悟了 一切万法都是平等 清净 就是有几平等 所以不会住于一个寂灭的边 或者一个显现轮回的边 不会住于的 所以他不断地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 第三个 他利益众生的方法 依靠往昔的发愿 并不是即生当中特别清净的 很想利益众生 但一直找不到众生 即使找到众生 也不听你的话 马上生起厌烦心 不会这样的 有前世的因缘 很多利益众生的这些 人与而生 自然而然的 所以他的这种力量 依靠前世的力量 自己饶益有情 这个叫做发愿力而成的 这是第三个 下面讲的第二个也分三个方面 首先是从本体方面分的 即不共形象 实际上这个三乔方面 他自己的本体方面讲的 他的本体是什么呢 虽然依靠一些殊胜的智慧和方便 已经现前了真如地 灭尽地 但是他为了利益众生 他没有到一定的因缘成熟之前 他不会现前 不像声闻阿罗汉一样 自己有了这种境界的时候 马上现前了 入于机密地 不会这样的 不断地利益众生 这就是跟声闻 跟其他世间仙人不同的相 不同的三家风店 这是第四个 然后第五个 下面这几个颂词当中讲 无诸无所得 无相经诸愿 这里面有讲几个了 第五个实际上是无诸 这个菩萨已经断除了 所有的这些三乔方便的威品 三乔方便的威品什么呢 就是贪诸 贪诸都没有了 其实很多人不三乔方便 很多人痛苦的根源就是执着 执着是在佛教 尤其是《现观众论》当中 上 中 下 经常出现的 只要执着 特别去执着的话 带来许多痛苦 带来很多的违缘 所以在这个时候 有一种所断的就是执着 执着没有的话 无有贪着 执着是无诸的三乔方便 菩萨的无诸的三乔方便 但这种无诸并不是 我们有些人 人特别差了 好的也不懂 不好的也不懂 什么都无执着 就像我们藏者经常说 这个人很差的 像牛糞一样的 所以什么都好像没有什么感觉的 那种人叫做这个人给他做好事 也没有报恩之心 做坏事也没有怨恨之心 就像牛糞一样 没有翻译的 不是那种 无浊的话 真正他的境界已经到了这样的 第二个 也就是第六个吧 第六个它是证悟的特点 因为它已经真正地证悟了 四边八戏的 或者任务法无诸的 所以一切万法的 本体空性方面已经解脱了 也就是说 三解脱门的话 本体空性 也就是无缘的空性 第七个是证悟了道无相 说因为我们修道 它没有相的执着 所以叫做无相 三交方便 第八个是证悟了果无缘 不像我们 现在是有执着的 要想获得果位 到这种境界的时候 对果的 希求的愿望也是没有的 这叫做果无缘解脱三交方便 这个是上面它的本体和特征方面讲的 那么下面讲的它的作用方面 它作用是颂词当中这样讲的 相状欲无量 十方便三交 它的作用有两种作用 一个叫相状 相状实际上是因为获得了 三交方便的境界菩萨 他已经证悟了三交方便 证悟了甚深和广大的法门 然后他会讲述 菩萨的不退转相非常精通 这方面有三交方便 所以知识在这里 因为他对所有的圣观法门都非常精通 因此他会讲不退转的相 或者说圣观的这些法门非常精通 有些法师可能每个人 自己的特长不相同 其实我们最好对所有的知识 都比较了解 这样之后 自己无论在任何场合当中 都很有自在 不管对什么样的 世间和出世间的学问 如果我们当一个很好的修行人 尤其是在山里面的修行人 永远也不出来 住在一个破毛棚里面 穿着一个破衣服 然后拿着一个怪杖 一直喝一点西饭坐着 就像中南山 五台山 有些修行人他众生都不出来 这样的话还可以的 但是我们要面对世间 弘扬佛法 利益众生 这个时候你自己还是要学到一点知识 否则看到一个 因为现在很多佛教徒特别爱提问题 然后天天跑的话也不成功 跑到火车站 跑到飞机场到那里 所以我们还是要面对提问题 要宣说圣光法门具有三桥方便 这个是叫什么呢 第九个三桥方便 第十个三桥方便 这种菩萨对一切的相 无论是世间和初世间 刚才所有这些三桥方便的对境 全部会精通的 这个是也很重要的 因为三桥方便实际上它是一个特别广大和甚深的内容 但是涉及到它的 确实是知识的宁愈色 非常的广泛 我们也学习的时候 就像以前萨迦班智达 弥勒菩萨 很多的教证 包括《入菩萨行论》 作为一个菩萨 他为了一地众生 所有的这些知识都要学 《入菩萨行论》里面这样讲的 作为佛子不学的一个知识也没有 但这样的知识不成佛德的一个也没有 怎么教证 怎么念的 佛子不许修 毕竟见无有 佛子不许修 毕竟见无有 然后呢 如是知识不成佛无有 然后弥勒菩萨怎么讲的 这就是说 也有这样 无名就是 然后 沙迦班智达怎么说呢 沙迦班智达山 尔迦知南迹 怎么 尔迦知南迹嘛 弄勾得 哦呀 所以一切三桥方便的对境都要学习 我们也利益众生 三桥方便都要学 不要认为说 这个不用学 这个是世间法 那个是世间法 只要观一个修行就可以了 只要修一个姿态交换或者清净心就可以了 这是对某个众生来讲也可以的 但是有些法师也比较可能自己修行 爱修行吧 这个我也理解 爱修行的时候 自己爱什么 经常讲什么 这个也会有的 但是我们这些度化的众生也好 或者下面的听众不一定全部都是这样的根机 有时候我们还是应该 比如说 五步大论 有些是喜欢英明的 有些是喜欢俱舍论的 有些是喜欢中观的 我看到我们每天讲课的时候 看很多道友都是 现在还可以的 每年学一个 我们也交出这边的话 不是一天就编一个政策 一定要按照长期的要求来执行 很多道友过了五年 六年以后 至少五步大论虽然一年不能精通 但是至少也是 我今年很认真地学了俱舍论 我今年很认真地学了现广传论 这样之后还是我们短正的人生当中 种下善根 同时我们也会精通不分的内容 这样很有必要的 不然今天 原来我认识的有一个佛友 他七年当中每天都说 今年也是中观吧 明年也是中观吧 我说 你中观年年都是这样不累啊 他说 那龙猛菩萨的加持特别大 这样也可以 七年中观的一个学者 说什么 这个讲到十种三桥方便 我们前面讲了正等加行当中的 一个是游记平等和清净刹土 还有三桥方便 这个主要是所说的 清净刹土当中菩萨的修行 然后正因为这样正等加行 实际上应该是从资粮刀开始吧 一直到十地某位之间都是具有的 因此这一瓶整个正等加行已经圆满地讲完了 那么下一个加行的话下一堂课继续关注 是的 因为不合适的 een人 When I go to my work I go to my work 因为 I go to my work 四天才能并不合适 我喜欢这种力量 这是一种政治的系列 我看我的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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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我看我的教授 我看我的教授 我看我的教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